我是陳永家 15歲少女陳彥霖死因言訊 所有證人完成作供 裁判官將會在星期五引導陪審團 陳彥霖的媽媽沒有到庭 早上傳召負責為遺體做毒理化驗的 政府化驗師作供 他補充陳彥霖的胸腔液和肝臟樣本等 沒有發現哥羅芳、常見藥物或毒品 他說哥羅芳屬於氣體 有機會在屍體腐化的過程中流失 雖然驗不到,但不代表沒有被使用過 他又說如果死前一兩天服用過鎮症安眠藥 或者死前五天服用過大麻都能夠被檢驗出 死因停經過11天言訊完成舉證 陳彥霖的媽媽選擇不做結案陳辭 裁判官將會在星期五引導兩男三女陪審團